另外在花蓮市中华国小 第一梯次约有1009位施打者 分成16号早上和下午时段 以及17号的上午时段 截至上午统计 共有120位的长者施打状况良好 也有长辈在日前施打过第一季 在医护人员告知第二季施打时间后才离开 各乡镇市新冠疫苗施打地点 花蓮市是在中华国小 16日为第一梯次90岁以上非原处民族 及85岁以上原处民族长者接种 首日一早就有不少老大人提前报到等候施打 不过也有一两位在日前施打过第一剂疫苗 在医护人员告知第二季尚未开始就先请离开 应该是不会那么严重 因为它从来没有什么过敏的反应 吃药什么都不会有什么过瘾 应该是还好的 那如果真的特别好我会去买普拿疼 分成8点半一个时段 然后9点半一个时段跟10点半一个时段 那我们把就是一个时段老人家大概不会 大概是100个人以内这样子 然后希望就是说老人家来的时候也不会太多人挤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一对一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那老人家从进来啊我们就会让他坐在他的定位上 然后从头到尾包括评估啊刷卡就是过健保卡 然后到医生的评估跟我们打针都是我们一次的服务 那老人家就不用爬来爬去这样走来走去 目前为止没有不良反应 那当然就是有一两个老人家会有一点点头晕 心围的头晕 那我们就是让他休息然后量一下血压 看他的状况那之后都是短暂的 那没有不适之后我们就让他离开 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曾在医院的时候 5月份的时候有接种过 那有一些是在那个老人之家 他们已经接种过了 还有可能有被通知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打过了 就被通知老人家又跑来打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再确认一次 AZ的部分是8周到12周 对 所以大概就是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之后才能够打第二季 截至上午统计 从主力里、主攻里到民友、民校里 120位长者施打后 一、两位长辈有晕针反应 整体状况良好 而17日上午只是接续国威、国风等里 家中若有符合资格长辈 记得前往施打 接着长邦彦华联时报导